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昨天马总统开完记者会之后 也有一些媒体做了民调 对于马总统的这一次的表现 有一个整体的评价 苹果日报的民调当中 有提到马总统说九月要就责 那大家最希望就谁的责 希望谁被惩处 那在这个部分 马英九辞职下台的这部分 有高达30%的人觉得 这个惩处才是适当的 那内阁的局部改组是16% 行政处分是12% 意思就是说某些人遭到寄过等等处分 没意见其他的只有19% 所以呢大家还是 就是马总统自己说的 他要概括承受所有的责任 一般民众的想法也是 他应该要概括承认 承受所有的责任 那另外讲到这一次整个 风灾的人为疏失上面 谁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 还是马总统的责任最大 除了马总统之外呢 第二个应该要负责任的 大家认为是地方的县市首长 就是中央最高的父母官 跟地方最高的父母官 大家认为这个首长要负最大的责任 第三其次才是所谓的气象局啦 灾民自己还有国军 连军方被认为要负责任都只有1%而已 所以今天递出辞呈的是陈兆敏哦 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民意的这个反应 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但是昨天陈兆敏在记者会上面的一段谈话 是让大家傻眼哦 大家在谈救灾 他谈的是政治 本人是台湾人 台湾是我的故乡 我的乡亲有难 我能够不全力来救灾吗 只要我真的 懈怠我的责任 我的乡亲不会原谅我 而且我良心会受到永远的谴责 马团队里头哦 对于整个救灾所发生的人为疏失 或是错误的问题 都界定的不清不楚 到底是什么环节 出了问题是谁的责任 包括昨天大家质疑 整个指挥系统失灵的时候呢 邱正雄 整个救灾防灾体系的总指挥邱正雄 讲的却是 大家都很辛苦 我 连续三天在那边睡觉 没有离开一步 然后呢 我每天七点半 七点开早报 工作汇报 到晚上 深夜 那总统还十一二点都跟我联络 所以一直到现在 可讲一不好意思 我上午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 早餐也没有吃 这个部长 这个总指挥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 马总统坐在郑中央开记者会 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感想 郑老师 我觉得他们都在传达个信息说 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是我也不否认他们 不管他是基于台湾人或是没什么意义 但是他们都在讲说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这很辛苦 可是你要回应个问题 那老板已经说如果你尽心尽力 为什么效果灾难这么糟糕 你要只有个理由 你说我已经用了十分力气都用尽了 可是我今天面对是二十分这么重大的问题 超过我能力能够负担的 那你就讲清楚 要么还是你离开 要么还是跟他说这个神仙来都没办法 这个这么大一个灾难来 你今天换谁 现在有人要讲说宋主义 宋主义来真的能吗 你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你不要讲说我尽心尽力了 尽心尽力为什么结果是这样子 我们要问了嘛 如果说你尽心尽力已经十分的力量都用出来了 这个灾难只有七分 照说应该外面处理得很好 怎么会产生这个效果 你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如果说这个我尽力了 外面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说服大家 你不能拐 你应尽力了 所有的条件用尽 那这个灾难超过我们原来的预估 你神仙来都没办法 那大家现在不要口水 赶快救 重点是你连这个都没讲清楚 前面有两位都在讲说 不要这样一直讲 我跟你讲 如果这一次是马上九 有第一估或者错估 你就承认 说我们这低估这个错估这个东西 所以一开始 你就像皮肤都没错的样子 那是讲一些空法 你错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错在低估这个灾情 你错在这个误判这个形式 没有承认一点 整个讲说我会负责任 这个老百姓不能接受 我们要知道说 你知道具体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学到东西了 然后这里面如果没有说谎 当然没办法就是这样 然后或者说 问了不行 老百姓说你尽力尽的权力 怎么才弄成这样 换个别人来 让老百姓来做判断 我觉得说 他们都只是讲说 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所以你不要怪我 然后那老百姓要怪谁 那老百姓要怪谁的 那你要找给我们个怪的对象 说灾难是这么严重的 说服我们 所以他这种政治态度 我就说老百姓听 你只会推决认 你能不能诉苦 你刚好产生是个反效果 我不认为他们是而已的 但是你是站在一般人说 我也很难过 今天是政治问题 你这么尽力为什么灾难才这么大 请你讲出个合理的理由来说服我们 能够说我们不是那么说一定那么大方 说得有你 我来去也没理会 每天去都没理会 你专心你跟他要求你 可是为什么你连这个都讲不清楚 为什么连这个东西都讲不清楚 没有什么借口 还要帮他讲说不要乱批评 大家不会那么无聊 所以你们站在说马英九的立场帮他想的 请告诉我 他真的一点错都没有吗 他那个态度一不无辜样子 那老百姓怎么办 主席你刚才问 他错的比较多还是他旁边那些人 你刚才问说总统听了这两位官员的谈话 不想做何感想 我不是很有把握 马英九听得懂这些话的不妥 因为马英九昨天又讲了一次 因为他碰到一个灾民 他说我爸爸走了不见了 他说我四年前我爸爸也死 所以我非常了解失去爸爸的心情 马英九晓得这句话的不妥吗 他不晓得 他不晓得爸爸因病而走跟这个受灾而走是不一样的 就如同邵小林其实也很委屈啦 但是他不晓得车祸受伤的手跟这一次天灾的受伤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救灾有救灾的心理学跟救灾的政治学 刚刚陈兆明他讲那些道理我是听懂的啦 但是他 但是他到现在他晓得他讲错了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真正的本生人 独白不可以讲本生人 这台湾人就对了 这个台湾是我的土地 我当然尽力去救 我会比外省第二代 外省第三代或是外省第一代 更卖力去救 现在这个时候说的 他就是要表态嘛 他就是要 破心破腐 掏心掏肺给你们看嘛 这我的土地我都没救 我都不是人啊 我如果这堆是台湾人的堆 我爱台湾尽力不辞任的 我如果没有拼命去救的时候 我不是人啦 但是这句话很伤人 这句话很伤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又不是台湾人 你若是外省人 你恐怕不会像我这么卖力 这外来的那个玄外之音 所以我再讲一句 马英九都认为 那个就责那个下来 那个就责说不分改组 局部改组 不是这样 你整个内阁 从去年八月 上任三个月 我就品出来 我就秀出来 不对的 这是整个阁的 整个内阁的品 整个内阁的文化 是不对的 你知道 一件不是人品啊 操守要好 你整个内阁 最起码的EQ 最起码的尝试判断 都没有 我跟你讲 马英九如果你这次真的要整体 让他们整体总生 你整体来重新阻隔的话 像这种 说话这样没出事 不知道说这不对 人家说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这些人根本不用四马难追 他觉得没什么错啊 我都觉得 马英九国家在旁边听 也不觉得有错啊 这个内阁就有问题 所以同质性太高 心态都不对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心态呢 其实我不是说马后炮 我在马总统刚宣布内阁的时候 我就有跟一些朋友讲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过 我跟他说 你用了那么多文官 我保证你这个政府反应度不会很高 不会有什么创建 你说文官 对用文官当政务官的问 结果就在这里 就说他们没有政治分量嘛 阿扁那个时候的内阁 不管他怎么换 每一个人看起来好 都在政治上都有分量 阁源会听他的 然后如果他是贬系的人 才有可能跑到 阅到院长去 然后不听院长的话 跑到总统里面去 但是你现在的内阁的用法 你很多都是文官出身的 包含刘院长 他如果本身没有 更上一层楼的企图心的话 你到底是双首长 制的真的那个首长吗 我觉得一般阁源 不会认为他有那么大的分量 所以他会变成卡卡的 你知道吗 所以每一个这种文官出身的人 他不像咪代表 都在等着听命行事 对像廖廖医药部长 他第一天 我记得我上礼拜一 在这边的时候 会员把他骂到臭头了 就说你在说什么 我表现不错的吗 他马上跑到灾区去 你看现在民调里面没有他 负面的都没有他了 他反而在第一线 说不定他满意度还不错 选举出身的有这种敏感度 文官出身没有 所以像薛秘书长 像陈兆敏陈部长 他们都文官出身的政务官 他在面对这种 民意的事情的时候 他有时候想的跟一般的政务官 他没办法苦民所苦 不太一样 跟内阁制的不太一样 他有办法苦民所苦 但是他的表现就不是那种媒体啦 或社会上可以接受的 能接受的有落差 那所以说像刚刚你们举的两人谈话啦 我的观察跟沈医师不太一样 我来猜一下他们讲给谁听的 他们可能自以为是讲给媒体或记者听的 其实他们讲给总统听的 他们是讲给总统听的 跟总统说我很辛苦了 对 说我总统听到你看你才一笔一笔 我也把总统提到 你有打算打给我 帮你讲了一下啰 然后我也那么辛苦 我也没吃饭 是灾纳你知道 给他的大老板知道说 我也辛苦让他知道 然后媒体顺便带一下 这个时候还在真功为过 没有我觉得他没有这样想 但是他不自主的会表现出 这样的一个小朋友的心态 然后像陈部长讲那个话 如果沈医师讲的是正确的话 那你就在割总统 因为我心人嘛 说他不努力我努力 所以他不努力我努力 没有啦 沈医师那个解读过度 但是我觉得说 他讲那样的话意思 其实我认为他知道 马总统在意什么 其实说马团队让人家 在省级上面其实有很多级 但是他跟你讲说 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也是在割总统在说明 他的意义 他们以为他们这样的说明 对总统加分了 我猜总统在意什么 怕说人家都觉得说 你是外省人政权嘛 外省人政权什么有的没的 所以好像救灾就没那么用心 他怕人家这样解读他的团队 所以他赶快跳出来说 我台湾人嘛 他敢会想太多 我不晓得 这我的想法 但是他自然而然会表现出那种 你会觉得很怪啊 所以你刚刚讲说 为什么人家讲救灾 你在讲政治 其实他的想法 我猜是这个样子 他以为现在是政治问题 不是行政数字的问题 他大概会听到很多大家的质疑 有的时候怪来怪去 外面的人也讲不出 你的救灾体系 或哪个步骤坏或慢 有时候都推到人身上去 你就是都用这个人 都用博士 都用什么学校的 都用什么文官的 都用省级的 就是会有这样解释 他来替他解释一下 但是这个在昨天的记者会上 都不适当 都不适当 但是他们这些文官出身的人 大概不会想那么多 心退讨计 挡一下 挡一下 然后当场表个功 他没有想到大家解读 会完全的相反 他们是想要跳出来灭火 结果变成点火 让整个事情的焦点更模糊 好像马团队都不认错一样 我们先进广告